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欢迎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收看 大家好 我是董静桥 邀请各位在YouTube上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对节目的议题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 大家好 还有退役入军少将栗正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欢迎三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 持续聚焦在俄乌战争 俄军现在使用了穿插战术 在乌克兰城市库皮杨斯克 与自身的领土匹德 罗巴 普洛夫卡之间 这个通道来了一个虎口拔牙的战术 来威胁乌军的核心利益 这让乌军可能会面临到被分割包围的局面 那双方在红军村也持续在进行攻防这个拉锯 那是不是先请立章军带我们从战术的角度来看 分析目前俄乌战场最新情势 我今天特别将我两年前研究的俄乌的战线 跟现在做一个比较 大家会发现这场战真的打到现在这个为止 让人家觉得不胜唏嘘 这个是2022年 我这边还特别注记我2022年的时候 在6月25号的时候 标示的双方的战线的位置 那时候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地点 叫红利曼跟这个利沃夫 一九亩这个地方 那时候俄军已经攻下来了 那时候大概来讲都已经准备 向哈尔科夫来做晋级 但是这是2022年的时候 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俄军就打到这边 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在北约国家支持之下 然后发起了他们所谓的夏季攻势 那我特别要讲 这是夏季攻势 然后俄军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战略上面作为 他比乌军要灵活得多 他主动退去 他就主动退回去 他不跟你决战 他就退回去 保存有生战力 那打到现在要干嘛呢 你看各位看一下 一九亩在这个地方 他整个退回来 整个退回来就是保存了他的战力 他没有在战场上消耗掉 很多的这种 那现在他又打回来了 所以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其实对北约对乌克兰的帮助 游车战线的变化 我们看起来是很大 那现在来讲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 我们如果说是 以这个补给线 先看双方的补给线来讲的话 现在俄罗斯来讲的话 俄军他在补给方面来讲 他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 那个时候事实上 克里米亚大桥是 俄军的主要补给线 在那个时候克里米亚来讲的话 他是跟作战线几乎是平行的 很容易被切断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乌军来讲 利用各型的导弹 或者是轰炸机 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但是现在目前 依现在战况来讲的话 他打到这个位置 大概可以确保他 克里米亚大桥 也就是说 他的补给线 可以保持他补给线的安全 这是就补给线来讲的话 我认为俄军在这方面 已经可以确保他 他后勤补给的畅通 第二个我们来看 现在兵力的战线的位置 我们看到 大概战线位置形成 从这边沃尔昌斯克 大概俄军也已经打下来了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库皮杨斯克 跟彼得巴罗普洛夫卡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 这叫做他们的北顿内刺客河 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夺取了 而且建立了桥头堡 关键是他建立了桥头堡 他就可以渡河攻击 但我们台湾来讲 在地图上面你看看不大 事实上这条河在乌克兰这边来讲的话 对军事上 如果说你没有建立桥头堡 你是很难渡河攻击的 那后面那条比较大的河 就是聂伯河 那紧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敦内刺客他也打下来了 后续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转到这边来看的话 他准备向聂伯城发起攻势 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 大概俄军的这个兵力的位置 战线的位置 形成一个口袋形的包围位置 但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他继续攻击来讲的话 就很明显 我认为俄军来讲 会夺取聂伯河之后 继续往北攻 然后这个别尔戈罗德往下 这边攻击 这是战略方向来讲 看得出来 这个乌军 他的回旋空间越来越少 那在战术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乌军来讲 更陷于不利 因为如果说是他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他夺取了桥头堡之后 他如果突川的话 采取战术上面 他采取一种突川战术来讲的话 对这个乌克兰的部队来讲的话 他会被分割为南北两段 对兵力转用来讲的话 北不能支援南 南不能支援北 那尤其是对兵力来讲的话 现在更糟糕的一点 就是他雪上加霜 是在库斯克尔那边 他将他精锐的47旅这几个部队 这已经都已经连续将近9个月的战斗 都没有换下来了 而且现在被困在这个库斯克尔那边 没办法抽掉兵力过来 所以在兵力运用上面来讲 我觉得乌克兰的部队 现在在战场上面 他很难很充裕的运用兵力 那作战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讲主动权 如果主动在我来讲的话 我要指东打东 指西打西 那被动的话 就是人家往哪边攻 你必须要应付他往哪边守 现在很明显的 如果说从这个双方来讲 现在战略的位置 以战术相关的动作来看的话 很明显 俄军在这方面 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在空U方面来讲 我们这时候没看到乌克兰 虽然支援 北约支援他几架F-16战役 可是我们从最近的报道 没有看到在制空权方面 他能够夺取的回来 所以就战场的主动优势也不在他 这个制空权的优势也不在乌克兰 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认为现在 如果说是就这个 纯粹就军事角度 我个人的评断来讲的话 乌军来讲 现在是战况是极为不利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所以天后来讲 又马上面临了冬天 那这段时间在俄乌战场上 刚好是所谓的翻疆期 也就是双方大型的装甲部队来讲 暂时是动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战线 这时候有点迟钝下来 可是你要知道 等到冬天这个大地结冰之后 这时候又是机甲部队 可以动作的时候 到那时候我相信说是明年一月份 那不管美国总统旋律怎么样 可能一月份 今年的冬天 可能乌克兰会很难过着去 那一月份来讲 如果说是过了翻疆期 那大地又结冰 适合大军钢铁洪流部队运动来讲的话 对乌克兰我觉得是 状况来讲是非常的不利的 好我们谢谢将军全面的分析 都知道旷日持久的战争 离不开两样东西 就是武器跟人力 那乌克兰缺南丁的窘境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俄罗斯也缺吗 现在南韩的情报机构就指出 大概有3000名的北韩士兵 正在俄罗斯受训 他们极有可能被派去 乌克兰的前线去打仗 那南韩总统尹熙悦说 北韩派士兵帮助俄罗斯 打乌克兰的行为 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以南韩的立场 他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杨老师你怎么看 近期这个关系紧张的朝鲜半岛 那南北韩对于俄乌战争的动作 还有根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有没有可能也被卷入到战端 带来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那是因为今年的6月19号 俄罗斯的普丁隔了24年再一次的访问平朗 然后呢就和北韩签署了 就是朝俄的共同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条文 当一方受到攻击侵略时 另外一国呢应与协助 那这个我们把它解读就叫做朝俄同盟 但这种同盟大家要理解 这是一种叫做防御性的同盟 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军事条约 它跟美日安保跟美韩军事同盟是不一样 所以它比较是一种共同声明 不过当然这个完全取决于 就是这个决策者他的思维 他如果觉得可行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声明就够了 现在看起来北韩要来协助俄罗斯 那个时候六月份通过的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在想东北亚会不会变得紧张的 俄罗斯会来帮助北韩 然后北韩会不会去挑衅日本韩国 结果北韩是有 可是呢不是俄罗斯来帮助 其实俄罗斯已经帮助北韩在 就是弹道飞弹的这个技术层面 过去几年是增加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北韩在弹药上 跟军需用品上 其实已经提供给俄罗斯 在俄乌战场上很多的协助 现在呢就是北韩的士兵要参战了吗 两种说法 我看了CNN的说法 它是依据乌克兰的情报单位说的 它说已经有三千名在俄罗斯的西部 西部哪里不知道 另外呢也有一些在远东地区的五个军营在受训 韩国的国家情报局呢就说 其实大概有三千名正在受训 另外可能在年底以前呢 会有一万名的北韩士兵呢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 在俄罗斯西部呢 大概已经有北韩的士兵 不过大家了解 我们刚刚提到 它是防御型的这种军事同盟 所以它不会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你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就是攻击型 这种攻击型其实在一次大战之前的时候存在 那个时候奥匈帝国跟德意志帝国就是攻击型 而且它还是秘密外交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原来两国签了一个军事同盟 当一国开始对外用兵 另外一国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动员参战 所以呢 而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就把这种 攻击性军事同盟给废掉 同时呢 废除掉秘密外交 所以所有的条约都要到国际联盟或联合国里面去登记 所以我个人觉得北韩的士兵 他最多是会在俄罗斯西部 俄罗斯境内进行所谓的住房 或者是防御补给的这些任务 那会不会最多可能会参与到库斯克的这个里面去 不过库斯克的兵力不只要一万二了 你虽然全部上场的话 他也不足以收复现在在库斯克的这个乌克兰所占领的 因为乌克兰的人数现在大概还是维持到两三万人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能会把这个北韩参战的这个事情 目前是闹得很大 因为它过去没有发生过 可是呢 你看 如果说我们依据所谓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会不会可能卷入战争 这个第一点 那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切到现在 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实施过 中朝 这个中国跟北韩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有军事上的这种合作 或者是演习 这个像是同盟国一般的这种演习 那因此呢 而且一度曾经还说这个条约还是不存在 那两年前的中国大陆说 当了还在 当了还在 所以我们媒体在吵说可能会因此简陆 我觉得反而应该是不会 几率不大 反而中国大陆会对于北韩的这个态度保留 因为到目前为止它没有任何的评论 它目前还是说希望俄乌战争的形势能够有政治的处理 然后呢维持各方的稳定 了解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回归到一个现实面的问题 那就是打仗要粮草 那士兵也要吃饭吗 乌克兰这边马上严寒的冬季正在来临了 那总统泽文斯基就指出呢 恶无双方现在必须要达成一个 先不互相攻击对方重要的民间能源 还有粮食基础设施的协议 以确保能撑过这个冬天 泽文斯基前一段时间去很多地方 都受他的胜利计划 看起来既没有拿到北约的邀请函 也没有说服西方松绑长城武器的使用限制 那现在也只能回来接受现实 想办法先撑过这个冬天再说 钟老师您这边的看法 这个胜利计划是要用做的 不是用写的 也不是用嘴巴讲的 那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 当年也有国光计划 在1960年代打算反攻大陆 那按照这个计划呢 是动员20个师 登陆西南沿海的浙江 还有福建省 然后期望在西南边境的太平孤军 可以侧应 还有各地的游击队会迎接王师 纷纷响应 可是呢 虽然还有30个步兵野战师 做了后备部队 但是这个计划也不过 这个纸上残兵 最后还是残怀一线 速逐高阁 同样道理 这个胜利计划呢 外界的舆论 综合科我去舆论来看 多半是给予一个标签 就是说半夜吹口哨壮胆 就是一个人半夜在暗路上走 越走越心慌 就吹口哨壮胆 怎么说呢 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先不讲实际交单方面 光从民调来看 根据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 在今年7月公布的民调 这有55%的民众 乌克兰民众 支持抗战到底 死磕到底 那32%的民众 认为可以透过某种程度的领土各样 来换取跟俄罗斯和平 那账面数字来看是55对32 多数人主张死磕道理 但是不要忘了 刚开战的时候 主张死磕道理有9成 从9成变成55 可是主张割让领土 原本只有开战的时候 只有10% 现在变成32%了 所以给国际社会感觉就是说 一般乌克兰人民是厌战的 而且对于胜利感到绝望 而且不想再当炮灰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厌战想法 特别是在交战地区 主张各样领土来换取和平的比率更高 另外从征兵来看 乌克兰征兵的年龄原本是27岁 现在已经下降了25岁 而且还有2万个逃兵 尽管乌克兰政府给予大赦条款 如果你回来报到 就寄往不救 那实际上这2万是有点低估 因为很多单位遇到逃兵也没有报上 怕引来上面来追查麻烦 事实上寄出大事的条款之后 也不看到有人回来 那为什么要落跑呢 主要是对于胜利感到绝望 不想添下去当炮灰 那再来最新的状况是 连罪犯还有双重国籍者 也拉来正兵了 那甚至有的部队呢 基层军人连领超50岁 当然乌克兰官方解释就是说 让这些有经验老到的这个人力来 参与战争是有帮助 不过可以想见 这个连罪犯都征兆来了 那双重国籍者呢 如果你无法证明 你长期居住在外国 一律征兵 过去是只要双重国籍就一律征兵 连美国大使馆都提醒公民 如果双重国籍的话 小心不要去乌克兰 反而会惹麻烦 最后呢 这两天有个事件很搞笑 就是说在乌克兰当地 有个热门的爱国乐团 在办演唱会 结果不少年轻人 被正兵官 大概当场哪个正早 抓去当兵 导致于这个演唱会 后续好几场的 大量被退票 那也就是说 乌克兰的正兵官呢 大量到俱乐部 还有运动场所 还有这个电影院 去抓兵了 为什么 连公司事业还会被抓兵的 缺成这样子 对 缺成这样子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逃兵 那更耸动的是 检察总长 因为有 91位乌克兰检察官 有60位持有残障证明 因为检察官也想逃兵 91位里面竟然有60位 持有残障证明 检察总长为此事 在前天寝职下台 所以从总总长来看 尽管这间司机 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庞大 这个非常精忍的 这个胜利计划 事实上从总面前来看 对他其实不利 所以说国际舆议 给他的评价是 半夜吹口哨 壮胆而已 了解 我们从乌克兰 这个人民的花式逃兵 就知道说 现在这个战争 真的是让老百姓 已经名不了身了 好我们聊完 二五 我们再把话题 转向中东这里 以色列对真主党的 轰炸打击还在持续 以防他们还指出 已经陆续击杀了 三名真主党的地区指挥官 国防部长 加兰特 甚至发影片 在鼓舞 以色列前线的空军人员 说在他们空袭 伊朗之后 全球就将见识到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 那消息员也都指出 以防会在 美国总统大选的 投票日之前 来完成这场行动 周老师 我们可以怎么解读 现在以色列 防长都已经 如此公开 高调的宣示 是看伊朗没有吗 那这么样挑衅 一直放到说 我要打你了 等着 这样对中东整理局 是没有任何好处 这样的讲狠话 按照我们台湾的术语 叫做呛声 就公然呛伊朗 不过如果你到半岛电视来 所谓的 阿杰吉尔来去看 伊朗的国里面一看 完全是不同的风景 因为伊朗方面放话是 批评以色列自不量力 将迎头痛击 而且呼吁阿拉伯世界的兄弟 来支持他们 所以综合国际各媒体评论 第一个是认为说 这只是双方互喷口水而已 因为先讲先赢 喷口水不用花钱 第二个则是不占了屈人之兵 以色列军方 透过这样高调的放话 能够恫吓伊朗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点 也有人主张 这是故意做求给美国 因为以色列故意把态势升高 感觉大战即将一触即发 会升高态势 让美国有介入调停的机会 而把这个城市缓和下来 所以说各方各有解读 不过回到现实面来讲 过去常常人讲说 台湾是美国 在东亚不乘航空母舰 这个我查了很多处处 都不知道处置于哪边 反而有看过不少的架构书 有写到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航空母舰 因为他在那边 有些少不乘航空母舰 可以自霸整个阿拉伯世界 那美国对于以色列有多么停 我们不要讲战场方面 光从数字来看 在政治方面 美国目前总共动用83次 在联合国安理会有83次否决权 有42次 超过一半上是跟以色列有关的 所以表示他停以色列 绝对是不是空话 另外一方面 从经济方面 美国从以色列建国以来 平均每年就给予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到现在累计已经破1600亿了 当然了 美国也不是凯子 也不是盘子 他要求以色列拿这些经济援助 有74%要购买美国的这个残米欧服务 等于是说等于美国工业服务业的一个津贴 最后一点在军事方面 在2019年美国给以色列军援 就是不用 不是贷款 不是军售 是直接援助 就有38亿美元 那么在最近的这个 算是第七次的这个 以巴战争 过去有六次 那美国目前为止只有这个 比较无关痛痒的谴责或声明 并没有实际的制约 那甚至呢 还部署了萨德这个反导弹系统 以及把航空母舰战斗群调到中东去 所以声明 这样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在军事方面也给予支持 当然有人好奇 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听犹太人 事实上呢 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政治经济跟文化 另外一方面呢 犹太人也习惯通过公关公司来展开游说 不像亚洲或西班牙裔或非洲民族 那此外呢 犹太人因为只有一个祖国就是以色列 所以非常团结 不过呢 还是有一点值得关注 就是说 在过往的六次以巴战争 包含这一次宣称第七次 多数美国人是站在以色列那一边 但只有第二次 这个所谓的1965年的 这个 苏伊斯伊克战争 那当时呢 美国是站在 跟以色列是相对抗的 因为当时英国法国联军 连同以色列来对付埃及 那美国为了怕埃及倒向苏联 也怕这个英法掌握苏伊斯的运河之后 对它会不利 所以支持埃及 虽然没有采用军事援助 但透过外交手段 比如说大量抛售英镑 让英国的英镑呢 瞬间贬值15% 也透过在联合国提案 这个谴责英法联军 甚至断绝经贸援助 所以说美国还是有很多手段 未必是军事 外交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的 了解 我们也看到美国这边 华盛顿他们试图在 11月5号的大选前 来促成以色列 尖竹岛跟哈马斯之间的和平 即便是短暂的 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大选的时候 中东不要来乱就好 但目前看起来还蛮徒劳无功的 将军这边有什么感想 布林肯怎么可能 周周还有人理他呢 再过几天就选举 选举结束以后 这不管是谁当选 布林肯应该都不会是国务卿 虽然说他今天这个封城普普的 第11次赶到中东卡达去 希望遭一日会议 但是我认为说是不会 我不抱任何希望 认为说是和平的曙光还没看到 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布林肯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不管是在中东国家 或者是以色列来讲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你现在讲话已经不够分量 第二个我觉得更严重的 他美国一厢情愿的 认为说是击杀了新瓦尔以后 哈马斯组织群龙无首 这是他们可以有力谈判的时机 但是你要知道 我觉得哈马斯这个组织来讲的话 虽然说首领被击杀了 但是他们是扁平化的组织 甚至于可能就是各自为战 到目前为止的话 看不出来 打仗最重要的是 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 那看不出来哈马斯 这时候有任何屈服的态势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当这个哈马斯这边 能够得到黎巴伦争主党的 这种资源来讲的话 我相信以色列这时候 可能忙于应付两线 甚至于三线以上的 使兵的作战 那在黎巴伦争主党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虽然说 勘战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但是它推进的距离不远 尤其是什么呢 这次的以色列自己 所面临的困难其实很大 第一个 它跟以前的传统作战 坦克飞机大炮的作战 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伊朗对它的导弹攻击 虽然说打了两百多枚 它拦截了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但是据说有三十枚 有突穿它的防空系统 那证据我们也看到 确实是被打 确实是突破了它的空防系统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美国在那边 部署萨德系统 一套还不够 它现在还要第二套 那代表什么意义呢 代表我觉得以色列 它承认一件事情 不管它的铁穹 或者是大卫投使 或建议建设的高空防空导弹 可能都不见得能够拦得住 这个以色列也拦得住 这个珍珠党 它们的火箭攻击 还有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 甚至于昨天 连加萨首郎的这些胡塞组织 不是加萨首郎 就是胡塞组织 也对它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人 发射是高超音速 大概是他们有变轨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看下 如果说是这些 所谓抵抗之胡的这些国家 陆陆续续用这种变轨的导弹 或者是无人机 对它攻击来讲的话 以色列来讲的话 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要达到停战 要达到和平曙光是不容易的 好 我们再从中国领导人 这边的动作跟谈话 来看这个风向 习近平主席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向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表示 无论现在国际跟地区情势 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的发展 跟伊朗的友好合作 那我们可以怎么观察 现在中国 伊朗 沙古地 阿拉伯 还有埃及站在了同一阵线 没有明讲 但显然已经是做好 要担任中东这边反以色列 与其背后美国势力的 一个联盟 杨老师您的观察 我倒不会解读说 中国去联合这些国家 反以色列 反美国 那我觉得习近平跟伊朗的总统 的这番谈话 其实是告诉伊朗 支持你以大局为重 大局为重 发展自己本身的国家 经济 科技 然后呢 维持跟中国的友好关系 因为最近 其实在一年之前 中国就促使了 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跟建交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上个月的时候 李强也去专门访问 沙特阿拉伯 沙特 跟沙特的王储 穆罕默德举行了双边的会谈 那同时 很特殊的是 沙特在上个礼拜 主动的提案 希望和伊朗 两个国家 共同在红海 进行军事演习 那也就是 胡塞组织的这个附近 我觉得沙特 其实大概看到了 以色列在加萨 跟黎巴嫩的这些动作 屠杀的动作 大概也觉得就是 虽然他们跟美国 是友好关系 美国在沙特都有驻军 也为了整个国家的稳定 跟安全利益考量 然后呢 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 那可是呢 他们的人民 大概是看不下去的 看不下去了 所以呢 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表达对于伊朗的支持 可是同时大概也是告诉伊朗 避免直接的进一步的扩大 跟以色列去进行 所谓真正的 两国的扩大战争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背后 就是美国在支撑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中国 伊朗 沙奥地跟埃及 其实与其说 他们是所谓的反以色列 应该是说 他们是站在一个立场 那就是金砖立场 因为这四个国家 都有出席金砖 虽然沙奥地阿拉伯 现在参与金砖的角色 比较微妙 因为他的王储并没有去 可是他的外交大臣 有去 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 中国在整个区域上面呢 他其实希望是稳定现状 可是那个 中国大陆看到耿爽 他们驻联合国那个 应该是副代表 这两天在联合国的发言 对以色列针对 叙利亚的这些军事动作 因为郑主党的一些军物资 运送说经过 这个叙利亚 他对叙利亚采取攻击 那这个耿爽就代表 中国大陆立场就是很不满 你打叙利亚干什么 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再把战争给扩大 所以我是觉得 他对于整个区域和平 是有他的立场 至于说反以色列 跟反美的话 大概不会把自己放在第一线 了解 好 观众朋友 如果对于这个金砖集团 在中东现在局势扮演的角色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在留言区 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下一段节目回来呢 要继续和三位来宾探讨 就是剩不到两周的时间了 就要一决高下的 美国总统大选议题